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黄海海域成功发射 为林业 农业 草原等行业用户提供了更加完善的遥感数据服务 而眼下 在长光卫星公司总装测试大厅里 新一代的高分03系列卫星正在加速研制 现在这个40公斤级的卫星实际上在业内基本上很多是用来做实验型 没有人做业务性 而我们可以把这个在40公斤的卫星的基础上把负面率做到一米 可以实现我们的业务应用 我们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三低一高 所谓三低一高就是低成本 低重量 低功耗 高分面率 回首十三五 从第一颗吉林一号卫星升空到目前25颗卫星载轨运行 吉林在卫星制造技术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 如新 长光卫星公司单一卫星制造成本 已从原来的八千万元降到了八百万元 卫星发射费用也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下游服务企业则增长到两百多家 经过这五年的发展 我们建立了一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创新的人才队伍 公司也有最初的五十多个人现在发展到五百多个人 其中硕士和硕士以上的学历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么这支队伍使得我们在技术创新的时候 能持下了一种公务不克的这种效果 十三五期间以长光卫星为龙头 一大批相关产业项目实现无中生有加速落地 目前卫星所需相机反射镜 新敏感器等关键核心部件均已实现省内配套生产 与卫星信息产业一样 我省生物医药 光电子 新材料 轨道交通装备等产业领域 也呈现出集群式发展态势 长春航天信息产业员一期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北方示范区 吉林探古一期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建成投产 推动了高端装备 新农员汽车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具规模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出台了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加快产业急剧促进高量发展若干政策 我们还打造了25个特色产业园区 培育了生物医药 汽车电子 航空航天 光电子等一批具有新区特色的产业集群 推进了产业转移升级 发展壮大了实体经济 十三五时期 作为传统的纺织企业 吉林化纤集团则抓住了碳纤维这个牛鼻子 实现了有中生心 五年间 吉林化纤原丝的碳化能力 由百吨跨越到现在的万吨规模 碳纤维原丝产量到今年底可突破四万吨 在国内市场份额占有量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样的发展速度离不开企业对产品的不断创新 这一根丝是两万五千根丝 这个呢 斩得越宽 越薄 到下游呢 做副材这个效率越高 副材的密度呢 更轻 应用起来呢 效果呢 更明显 所以呢 这个从原丝开始 一直到我们碳化收丝 希望呢 它不能打褶 也不能碾到一起 所以这块公关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课题 现在看呢 我们斩这个斩虎 应该是原来的二倍了 今年 吉林化仙与世界风电巨头丹麦维斯塔斯实现坚守 生产风机叶片脊梁 在这项合作的带动下 吉林化仙年产1.5万吨碳纤维项目 于日前正式启动 投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17.6亿元 到十四五末 吉林化仙将实现4.55万吨碳丝 和1.7万吨碳纤维制品的生产能力 新兴产业无中生有 传统产业有中生新 构建出了我省十三五时期创新驱动的浓厚氛围 五年来 复兴号动辄组 时速400公里跨国联运可变轨高速列车 红旗H系列汽车 奥莱德光电OLED新型显示材料 金赛药业 长效生长金素等一大批极字号产品 相继本事 2019年 卧省新认定国家级高技术企业达800户 科技小军人企业358户 分别比上一年增长89% 92% 2020年 卧省坚持以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 继续深化与重点企业合作 抢占高端市场 加快建设浪潮数据产业基地 长春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示范区 神州数码 中国物联网制度等项目 新旧东能转换进一步提速 经济发展活力 进一步增强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到省信访局现场办公 看望慰问信访干部 接待来访群众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受劳宗旨意识 克尽为民之责 准确把握社会矛盾演变规律 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 联心桥作用 畅通规范群众诉求表达 利益协调 权益保障通道 依法依规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满足合理诉求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景俊海走进联合街坊大厅 与街坊干部亲切交流 勉励大家时刻坚持人民至上原则 站在群众角度思考问题 带着感情和责任多点耐心和细致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在接待室 景俊海与省支有关部门 地方党委政府负责同志 一同接待两批来访群众 耐心倾听群众诉求 现场研究解决具体问题 督促有关方面落实相关工作 确保信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群众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现场办公期间 景俊海与省信访局负责同志交谈 在充分肯定成绩后 他强调 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 在了解民情 维护民力 化解民乐 凝聚民心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要坚定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切实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用心 用情 用力 办好听民情 化民忧 解民难的每一件事 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要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改革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依法实测 标本监制 主动排查化解矛盾 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 切实化解信访机案 坚决遏制增量 推动信访工作 依法规范运行 群众诉求 依法理性表达 合法权益 依法有效保护 三要进一步强化各方责任落实 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常态化机制 发挥信访联席会议机制作用 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局面 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 努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能力水平 刘金波 王之后等参加现场办公 今天省委召开调研协商会 就各民主党派省委会 省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承担的 编制吉林省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建议 重点调研课题研究成果进行专体协商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景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 召开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会 省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沿着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 描绘的宏伟蓝图 砥砺前行 统一思想增进共识 凝聚新发展阶段强大思想合力 发挥优势履职尽责 汇聚服务新时代吉林振兴的发展合力 适应时代要求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质量 日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六个视察组 对全省各地各部门落实六文六保工作 开展集中视察 今天上午视察组召开总结会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金振吉指出 这次视察聚焦大局 履行人大职能 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基层一线 了解全面情况 全省各地对六文六保工作高度重视 不折不扣贯州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呈现出工作思路新 发展环境好 市场主体活 政策落得时的好形势 金振吉强调 要适应新发展格局 进一步明确新的发展思路 要注重高质量发展 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 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 优化营商环境 抓好大项目建设 进一步加强对现域经济的扶持 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推动六文六保工作 扎实开展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 今天为期六天的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波览会 在上海开幕 在成功参加前两届进博会的基础上 吉林省在本届进博会 搭建了综合形象展区 吉林一号北星 复兴号高速列车 红旗新能源汽车 冰雪经济等吉林元素 亮相波览会 展会期间 吉林省还将开展招商洽谈 商品采购等活动 为借助这一平台优势 宣传推介吉林名品 今天下午 2020大美吉林上海食品节 在上海开市 来自全省70多家企业的 200多种产品 集中亮相食品节 吉林大米杂粮杂豆品种集权 蜂蜜 人参蜜片 木耳等临下产品种类丰富 引人驻足 通过这个二维码可追溯 了解一下我们吉林食品 它的种植环境 黄金水稻袋 甚至说我们的气候 如何去进行人工 施农家肥 等等这些操作流程 然后让他们吃到 我们吉林的放心大米 通过这次大美吉林 上海食品节 这一宝贵的窗口 全面展示吉林黑土地 名优特产品 推动两地企业 深花产销协作 促进咱们集字号的品牌 在上海 以及长三角地区 落地生根 本次食品展销活动地点 位于上海市南京路的上海第一食品商店 活动将持续到11月10号 凝聚磅礴力量 破坏宏伟蓝图 连日来 全省各地各部门 深入学习贯彻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向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买进 11月3号 松原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提出把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当作当前首要政治任务 分层次 有步骤 高标准 高质量 抓好学习贯彻 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 13五以来 松原市坚决贯彻两山理论 坚持山水林田胡草系统治理 坚持走保护生态 与发展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的路子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查根湖水域面积 恢复到420平方公里 湿地面积达到514.2平方公里 年产先余6000吨 当前 这里正以坚持绿色发展为导向 正当全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先行区 示范区 松原市将坚持 以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吉林 视察松原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 充分发挥生态 资源 区位等优势 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 把松原 全域打造成为 东北西部 生态经济发展示范区 坚决贯录习近平总书记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 相得一张重要指示精神 把查干湖建成全国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的标杆地 培育新型能源产业基地 围绕一组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产业布局 建设油气开采及加工生物化工 新能源三个五百亿基的产业集群 11月2号 长春市二道区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 未来 二道区将聚焦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这个总目标 发展高端服务业 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 确保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 特别是基层智力水平明显提高 这需要我们的始终建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党建引领 民生物业兜底保障 全面落实老旧小区长销化管理 抓改革 抓创新 抓贯彻 抓落实 重点兼按照先进制造 新型建材 新材料 三个集群 东城商业商务 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 两个中心 休闲农业一个基地 打造全产业链格局定位 来科学规划 编制好十四五规划 和二零三五年远景规划 十月五号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体制 实现市场准入畅通 开放有序 竞争充分 秩序规范 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主要是围绕改善消费环境 保护消费者权益 围绕打造国际化 市场化 法治化的营养环境 围绕完善现代化的市场监管体制 一项一项实施好 真正为吉林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我们市场监管人应用的贡献 为切实解决接杆焚烧污染问题 持续提升城市空气质量 四平市采取多项举措 强化接杆焚烧管控工作 打响蓝天保卫展 在四平市铁锡区平溪厢 西八大村的大地里 打滚机和玄机正在交替作业 全力加速加快接杆离田 及时消除焚烧隐患 秋收过后 四平市平溪厢福岗农业农村专业合作社的 十台旋风爬机 三十台打滚机和三十台离田车 就全部运转起来 历争十二月中旬前 接杆全部离田完毕 展面平息厢是二十个村 目前已经完成作业的年 是十三个村 还有七个村正在作业 接杆离田后去哪 四平市相关部门积极拓宽 接杆出口 协助指导各合作社 与接杆利用企业对接 实现田里接杆有人收 收好接杆有去处 黄如刚是铁锡区平溪厢 欢子洞村党总之书记 今年村里成立了 净烧接杆工作小组 他作为第一责任人 带着各小队 对焚烧接杆的重点地段 加密巡视评次 延长巡查时间 确保监管全覆盖 一些村屯还充分发挥 无人机技术优势 扩大检查半径 消除死角盲区 同时按照措时限量 轮烧原则 科学实施烧除 四平市还与铁领市签署了 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联防联控合作框架协议 对两省交界处重点乡镇 加大联合检查力度 共同推动空气质量 持续好转 按照省捷杆全量化处置工作要求 通过采取强化责任落实 实施区域联防联控等有效手段 着力解决 就是捷杆分烧污染 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推动全市的空气质量 持续向好 教育有保障是脱贫攻坚 两部筹三保障的重要内容 五省原葬工作队 将教育原葬 作为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因地制宜 因情失策 开展组团式教育原葬模式 打向贫困代际传递击站 日喀则市定节县 去部乡春阿村地处偏远 教育教学能力相对落后 尤其是学前教育更加薄弱 我省原葬工作队 经过深入调研后 以需求为导向 投资190万元 于今年五月份 开工建设了双语幼儿园 这所幼儿园的建成 将彻底改变 咱们去部乡 没有双语幼儿园的 这么一个现状 同时辐射周边三个村的 将近40名左右的 适令儿童的入园 总共在教育这块 计划内外 共计投资是1200万元 而对于萨嘎县 嘉嘉镇 达穷村村民来说 教育红利 已经送到了家门口 这座于2018年建成的幼儿园 教室舞蹈室 医务室一应俱全 已经解决了全村 14名适令学家儿童 入学问题 这边建了幼儿园之后 他们的父母都去外出务工 他们的家庭增加了收入 蓝天白云下 萨嘎县中学 教工宿舍楼 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要新建两栋教职工宿舍楼 主要就是要解决 我们县这个自由资金不足 以及上面政策资金配套不足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是补充我们教育短板 开展教育园葬绝不能照抄照班 要走出一条日喀则特色教育路 这是我省教育园葬人才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我省教育园葬队伍 不断摸索不断总结 先后派出百余名教师 组团是支援日喀则市第三高级中学 开展了名教师梯队培养机制 个性化校本课程建设 大力推进学校硬件建设等工作 几年时间 当地高考升学率达到98% 提高25个百分点 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进入秋季防火期以来 长白山森工集团 所属11个林业局防火检查点 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 执行24小时值班职守制度 瞭望员 巡护员 检察员 护林员 全员上岗 专业 半专业铺火队集结待命 加强防火宣传教育 严把入山关口 严控火源入山 对边境线等重点地区严防死守 为确保全省实现 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 提供保障 7号将迎来立冬节气 伴随7号前后的一轮降水 气温将再次下降 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 6号 我省东部就将迎来 小雨转雨加雪 7号到8号 我省中部和北部 由雨加雪转小雪 最低气温将出现在 8号或9号的早晨 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山区 最低气温可达零下6度到零下8度 其他的地区为零下2度到零下5度 可能出现道路湿滑 注意交通安全 此次降温除了受降水影响 风的作用也较为明显 7号我省中西部有4到5级西北风 瞬间风力可达7级 8号沿边地区有4到5级偏西风 瞬间风力可达7级 未来一周我省中东部地区有雨雪天气 注意做好粮食的管控工作 火险气氧等级依然偏高 注意做好森林草原的火灾预防工作 随着天气转冷 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园内的动物们 开始了月冬转场 黑猩猩 松鼠猴 环尾狐猴 火猎鸟 大象等8种50多只动物 搬进了有采暖设施的室内 在食物上也增加了多种维生素 脂肪 蛋白质等含量 以满足冬季动物在室内生活的营养需要 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一些不是特别怕冷的动物 如老虎 猴子 及部分水禽 仍在室外饲养 但会是气候变化 随时对他们的住所进行调整 昨晚2020-2021赛季CBA常规赛进行第八轮 吉林九台农场银行东北虎队以105-84战胜青岛国信南栏 东北虎队上演三分羽 在比分上自始至终领先对手 轻取青岛队 下一轮比赛将在11月6号进行 吉林东北虎对阵天津队 在刚刚结束的中甲第二阶段第四轮 长春亚太对阵昆山FC 最终长春2-0战胜昆山 本周68点 长春亚太将对阵成都星城人居 下一轮长春亚太打平即可冲潮成功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11月4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1月4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11月4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深秋时节 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山林中的红松落叶松画树和风树等树木 呈现出各种深浅不同的绿白黄红和紫的颜色 所称五花山 长白线森林覆盖率达92% 由于山市高矮不同颇向不同 五花山山色的层次丰富 生动的景致为这里的山水 落上美丽的生态印记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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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